我們要來講的就是 觀眾一直在敲碗問的 廣達真的會漲到800塊嗎 老師我們幫大家整理的是 這個最新所有的財經媒體 都在討論的最新的一個目標價 那當然截至到上個禮拜 本來廣達的目標價呢 本土的頭顧是看到240到270 但是剛剛老師特別說了 元大已經又調高他的目標 三字頭了 那會不會我們錄影完兩天之後 廣達拼命噴然後他又調高 他的目標價到四字頭 我們暫時 昨天富邦先出報告 他最主要現在調的手法是這樣 本來是預估到明年的EPS 那後來現在預估到貨年 那富邦的話預估到貨年 每股賺13塊多 那用20倍的貧易比 他大概276塊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元大 他明年的EPS調到15塊 15塊乘以20倍大概300塊 所以我們這個行業都是這樣 因為目標到現在今天收盤 我們錄影的時間已經漲停版248.5 所以大家認為快要到 就把EPS調高或是貧易比調高 一定動這兩個 那我們是樂見他把EPS調高 因為EPS調高是代表你這個漲 AI是真的漲 那他要從8塊 今年的EPS8塊 現在跳到13塊 明年到15塊 那你這樣的話 就把貨年的這個貨率拿來現在漲 那就比較有機資漲 有機資漲 所以管達你看從外資調完以後 大家就拼命的晚上調 那那個尾串也跟著調 那技嘉大概這個列股 大概整個都晚上會調 那我一直認為這次AI 就像我們大概在30年前 我們買金融國的時候 所選就是國胎金 後來有商商銀 還有北汽跟那個ICBC 可是你不要去買那個汽銀啦 所以不要含那個水分比較大的個股AI 要買真的AI 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買環金要買99的純金 不要像我鍍金買這個大概會打折 所以你一定要買最強的管達或是尾串 所以我們在看盤的時候只要管達沒有像尾串這樣管景幣 有一天跌9%或是他盤中沒有重重 那這整個AI效應都還持續的在發酵 因為我們以前也都知道國泰金如果跌停板 或是以前的台積業有重重 那整個內股就會不得了 可是這次因為我也算不是有關緊幣兩天嗎 其中有一天跌了9%左右 那可是他關完緊幣完又現在越關越大尾 那這個所以我們把它當作這個AI的兩支領頭牙嘛 那兩支比較低價的股票 像說神打 音樂打 現在好像有另外一支又上來 那個華碩 華碩 我們以前都很好 可是你AI要進來應該績效有一點時間 他是雖然說這個Intel給他的迷你電腦的單子 他都又要去做那個威達的一個伺服器 那所以有這個題材 另外還有現在不是有一個遺陽做神經 他也用到AI標了六倍 那因為華碩他也是給N華 華碩又有這個遺陽的這個題材 所以這兩天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華碩也上來 那這個東西都是AI裡面的相關題材 像散熱的也一樣 現在那個所謂氫濫式的冷氣系統 那個也是非常好 所以目前大概AI統統一大列都在做補償的動作 不過我覺得杜老師剛剛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其實觀眾沒有只有一筆錢 AI概念有那麼多 那到底是要買伺服器還是買 散熱或者是像剛剛老師也提到 生技概念股也有沾AI的編 那只有一筆錢到底要怎麼挑 所以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還是挑這槓 就是廣達跟偽創就好了 其實老師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第二季財報還沒出來 大家不知道真正廣達今年第二季可以賺多少錢 也不知道全年可以賺多少錢 也不知道明後年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無限大的想像空間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是偽創因為被關緊閉了 然後就主管機關要求他公布 那事實上他之前有公布 他六月份的單月的EPS是0.62元 跟他的Q1第一季的0.06塊比較起來成長十倍 對沒有錯 所以老師這種股票我們好像很難 你事後等到他EPS公布你再去追 大家記得兩年前那時候航海玩漲的時候 漲到一百塊一百多塊 EPS也不好啊 可是等他漲到兩百多塊 賺一百多塊 有沒有 他就是頭部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偽創現在研究員給他6塊 明年喔 我講的明年 搞不好像廣達一樣 剛開始我第一次看到廣達人家給他明年是9塊 現在13塊的出來 14塊的出來 那偽創有可能會往這個調高 那你看到剛才安利講的說 因為交易所都強迫他們要公布六月份 你像那個神打英也打一樣啊 六月份當月份都比1Q賺得來的多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AI的效應 因為蘇子聰會講嘛 你有五年的效應 可是你會慢慢的有沒有 這個AG就會來的好 那我們現在唯一能一致的就是多看 Enjoy and Enjoy報告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說 早上我一起來都一定要看 欸 富邦也寫 沿大也寫 那大家只要寫的話就安心啦 因為他們一定會加碼 而且大家記得嘛 從5月26號到現在 才兩個多月的時間 一個類股 像軍工也玩那麼久 有沒有 航海 還有上面 遲遲玩的 跳跳的 那現在還有一類股沒有管 就是那個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